周晓鸥砸向我的那个我才明白 原来他才是继豆威之后的第二个摇滚天王 而二年在闪光的乐队赛程录制过半时 周晓鸥一袭黑衣亮相阵形三个摇滚夜谭 以此来报当初被所有人质疑的不干 而在周晓鸥演唱的过程中 坐在台下的上门节听得是一脸满足 因为这不仅是周晓鸥十个五年手绣摇滚 更是险些将这档节目给杀的片甲不溜 毕竟在此之前周晓鸥就曾因为失误差点被淘汰 当时周晓鸥在选择周杰雄作为自己的合伙人后 不幸在两人正式公演的当天 由于自己没有听清节拍尽早了一拍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人心中的第一名 毫无疑问就是周晓鸥和周建雄 可最后周晓鸥就偏偏因为这么一个细小的失误 从而断送了自己成就最强乐队的机会 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 带走我一个人自传的寂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